很多朋友问这个猪顶红一直养了 几长一几不开花 像这个长一几很多 然后的话一几没开花的 很多朋友的话可能 在种的时候 种的这个猪顶红的深度太深了 包括我们鸡盆 鸡盆的话就是之前 种的时候已经埋过了上面的种球 看不到种球了 然后它长出很多的窄栽 它的一几太多 我们这个的话是种出来 你看 你看可以看到这个种球漏出来了 漏了半截 所以说我们要开花的猪顶红的话 一般种的时候漏半截 在地面不用全部的买完下去 如果说我们 想要它生更多的窄栽的话 可以生买进去 开花的话就不要起点 并非是不能开花 还有的话我们养护的时候 放在有阳光的地方 不要一直放在心里去养护 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就是猪顶红了 猪顶红的种球的话 哪怕现在的话 它一直干枯了 全部干枯了 它种球它是好的 就像没事的 像我们这些的话 全是剃头了 剃了头 然后的话它同样也会长出来 可以分盆 像这种的话可以分出来 一盆可以分多盆 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的话 同样也有很多 像这样的猪顶红 看看有没有喜欢 像这种的话非常好养 也好看 在家里面的话 中的花盆也好 地价也好 非常容易养 看一下 下期再见